共享与珍惜 大家知道后都一直阻止我 不行 这次录营都准备这么久了 不能取消 明天一定准时出发 录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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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气象预报说 明天可能会有好大雨发生 你这样出发太冒险了吧 外面天空这么晴朗 明天怎么可能会有好大雨嘛 而且又不是第一次录营 什么样的状况没见过 算了算了 不勉强 如果你们不想参加那就算了 我们家是一定会按照计划 如期进行的 看这边 我们今天没有跟小乖家去露营 会不会很可惜啊 你们看天气这么好 真的会有好大雨吗 还是谨慎一点好 是小强啊 小强 小强 你这样骑车很容易弄坏车子的哦 小光爸 可是我有刷卡付费啊 要怎么骑都可以吧 虽然使用者付费 但也应该好好爱惜啊 不要故意损坏 让下一个人能够继续使用 不然弄坏了需要维修 费用也是从人民 也就是你爸爸妈妈缴纳的税金支出的 哦 我知道了 对不起 天哪 现在雨怎么会这么大 豪雨真的来了耶 还好我们没有去露营 还是没有小乖他们的消息 希望一切没事 嗯 插播一则紧急消息 豪雨带来灾情 货报有一家三口在山区露营失去联系 目前已出动数十名人员抢修道路及救援 但因为雨势非常大 搜救十分艰难 好 经过一整天的搜索 刚刚终于传来好消息 失踪的一家三口已全数平安获救 太好了 请问你们在豪大雨将来时上山露营 造成社会大众担心 浪费了社会资源 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 很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也造成搜救大队这么多的麻烦 真的非常抱歉 我们以后不会了 豪雨将至时 大家还是尽量不要从事山区活动 以免让救护人员疲于奔命 浪费不必要的社会资源 说到浪费社会资源 我每天在医院当志工 也看到很多滥用资源的情形呢 嗯 嗯 滥用 就是说像是 嗯 有一天医院非常忙碌 这时救护车送来一个病患 大家都很紧张 想要过去帮忙 结果才发现 居然是一个喝醉酒的人 听说这个人每次只要喝醉酒 就会打电话叫救护车 根本就是把救护车当计程车 但是不理由不行 还有很多人明明只是一点小伤 也要来急诊室 真正需要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 还有一些民众 明明没什么大毛病 却喜欢每天都去找医生拿药 拿了又不吃 常常放到过期 这些都是医疗资源的滥用 很多人以为这些社会资源不用白不用 却没有意识到 这样是自私又贪小便宜的行为 就是说啊 不管是医疗 消防急救 甚至是交通资源 原本都是利益良善的 为了给民众方便 协助有需要的民众 却因为少数人的自私与滥用 造成人力和物力的耗损与浪费 真的是非常可惜 既然是社会资源 就更应该要好好珍惜才对啊 没错 善用社会资源是大家的责任 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 千万不要滥用 社会资源本属于社会大众共享 不该因为少数民众的滥用 造成无谓的人力与物力浪费 凡是少一点自私 多考虑大众利益 自然就能减少社会资源不必要的支出 好的 我 给大家看 这下单的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